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冷兵器研究所曾发表过 总说板甲是最强铠甲 可什么是真正的板甲你知道吗? 一文对板甲的基本概念进行过科普 今天我们则要说说 经过实测的板甲防御力 到底有多强欧洲范围内 军队使用锁甲和包括林甲的炸甲 自罗马时期基本成型到十四世纪末期 两者在铠甲的形质上 并没有出现本质性的变化 而在板甲诞生至成熟的短短八十年中 铠甲却出现了无数流派、风格 瞬间爆发出了巨大的潜力 和数不胜数的不同方向的尝试 在这背后 最大的推动力 就是板军铠铠甲前所未有的防御潜力 工业坠落质量测试机上图左侧 就是工业坠落质量测试机 右侧图的三种接触面 分别是模拟刀针、紫、弹和箭头的打击头 骑士与风炉的作者 在经过大量详实的测试后 为我们提供了有关斑甲防御力的可信的一手数据 骑士与风炉 以把机败盔甲定义为箭头穿透40毫米 PENETRATIONOFAPOINTBY40MM 或者一个油子 还造成了完整的穿透孔 这是因为子弹完整穿透 或刀刃箭头穿透夹片后 侵入人体4厘米 可以造成真正实际性的伤害 而击破、击裂抬甲 但是卡在甲片或甲盘上 或无法进一步伸入人体 实际上都是成功的防御 骑士与风炉子弹与钢板的贯穿效果图骑士 与风炉剑与钢板的贯穿效果图上述 两图都是以硬度达到152VPH的现代杂质软钢 为基础量版的测试数据 这种钢板的性能基本相当于前工业时代中碳钢板的平均性能 以子弹为粒子 甲片厚度越大 则穿透需要的能量越大 而且不是直线增加 大约是厚度T1.64 而上图中的攻击角度是指剑之入射方向 与金属表面发现发现垂直与表面的夹角 0度时即为垂直攻击 90度时为和金属表面平行 从实验结果可知 偏离发现角度越大 则穿透深度越前 垂直攻击 则穿透深度最大 在《骑士与风炉》一书中 我们获得了以下两组数据 从实物出发 考虑到实物材质和作为对应样的了现代软钢性能差距 我们需要在软钢所得到的数据上乘以一个系数 该系数则表示了这些板甲上的材料 相对于软钢的性能优劣性 而下图给出的图表 则给出了以现代软钢为基准的 对短足破甲剑和牵制球形枪弹的防御效果 也就是要有多大的能量 才能击破铠甲 《骑士与风炉》 对子弹与剑的防护力基数表 做一个最简单的换算 虽然不能太准确的表现 但是最廉价的15世纪 出头两毫米铁质均用胸甲按软钢的一半参数 在最不巧的锤 直中弹时 可以抵挡住87焦的箭头 370焦左右的弹头 而如果是刀刃 则可以抵抗住130焦耳左右 这还不考虑到 因为台甲弧线带来的夹角 一般都超过了30度 也就是说 平均来说 得要105焦耳的箭头 450焦耳的弹碗 或是挥舞力量超过175焦耳的刀刃 才有击破这件粗糙的 连刚都算不上了铁台甲的可能 而这件台甲的价格远远低于一股英镑 而作为对比的 自然是在板甲出现前 欧洲最为流行的锁甲 14世纪 一套锁内山需要10个英镑 更好的 甚至超过20英镑 那么这样一件同样制作于15世纪早期 价值20英镑 由中碳钢锻造并脆火的上等德国锁甲的防御能力 又是如何呢 15世纪德国版画 编织锁甲的工匠师傅骑士与风炉 提供了另一组数据 模拟的刀刃 170J的冲击 完全击败了这件锁甲 两个环被破坏 另外两个 环外翻 五个环弯曲了 锁子甲被击败了 而模拟的骑枪 140J的冲击 完全击败了这件锁甲 三个环被破坏了 另外两个环外翻 一个环弯曲了 锁子甲被击败了 最后 模拟的箭头 120J的冲击破坏了两个环 击败锁子甲 而虽然没有用火器测试 但是 比15世纪锁甲性能更好的现代软钢锁子甲 在400胶耳的弹丸下 被完全穿透 当然 可想而知 古弹的锁甲在火器的有效射程内 几乎完全没有防御可言 一把刀刃或者斧头 一般的挥舞的能量 在60胶耳到130胶耳之间 双手用力挥舞 最大可以达到200胶耳左右 英国长工的箭可以提供80到100胶耳 普通的弹可以提供100到200胶耳的能量 而重型钢壁弹甚至可以达到300胶耳 而15世纪早期的手炮 可以达到500到1000胶耳 也就是说 即使是熟铁挡甲 除非碰到极端情况 比如大力士双手挥舞的大幅正面砍中 或者被中型弩屁面设个正着 或者被30米内的手炮 或是刚被弩轰中 否则 几乎可说是刀枪不入 日本 江户中晚期复古式七段版物速 玄二眉洞剧组 板条连接细节图 而咋甲呢 甲甲 无论是长甲 林甲 虎牌甲 长甲衣 都有一个无法回避的弱点 那就是连接点 孟西笔谈中对猴子甲的描述中 很客观地描写了这一点 郑荣军有依铁甲 独葬之 相传以为宝器 盘卫公帅经 人 曾许是之 去知五十步 想弩设之 不能入 长有一时贯甲 乃是终其钻空 为钻空锁光 铁接反卷 其间如此 炸甲的甲片本身 它的防侵射防撕裂的性能 完全取决于钢板的强度 这一点和斑甲是一样的 似近甲 但是 在甲片的连接处 不需要破坏整个金属面 只要把甲片边缘撕裂 就能直接击败盔甲 也就是说 如果要击穿板甲 需要有足够的能量 使金属变形 撕裂 但对炸甲来说 一旦命中甲片的边缘 交迪处 只需要能够弯曲甲片 就能穿透铠甲 侵入下面的人体 下图就是一个非常明显的例子 看完没有打破甲片 但是让甲片的边缘发生了严重的形变 导致弹丸得以挤进缝隙 上文所引的梦西笔潭中 也很清晰地描写了缝隙 钻孔部分的形变强度 是炸甲的致命弱点 科尔特丹洞左轮手枪 对刚制炸甲的6000元头弹射击结果 总之 对于当时欧洲军人来说 最高级的索子甲 能提供的防侵撤性能 被最低档的粗质烂造的铁板甲 甲转了8条街 二十分之一的成本 接近五分之一 到十分之一的工时 还不算上穷型结构带来的冲击力分散作用 一块胸板甲只要6000克 而一件锁链甲的身甲足有9000克 这一切的一切 都显示着板甲作为一种化时代的发明 已与过去所有的铠甲远远拉开了距离 旧 是在这样的背景下 板甲的黄金时代由此开始了 本文系冷兵器研究所原创稿件 主编缘阔 作者David Lee 任何媒体或者公众号 未经书面授权不得转载 为了将追究法律责任 返回搜狐 查看更多责任编辑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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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